公姑这是古代的一个行法 就是把下底割掉 这叫公姑 所以我们这边也曾经有新闻报导 我们台湾南部有一个农民 他就换邪营 换邪营以后 后来有一天他在田里面工作 遇到他的殷勤寨主 来嫁害他 最后把他杀死以后 把他的下底割断 塞在他嘴巴里面 这个就是 就是像这里面讲公姑 就叫公贤 这是邪营的果报 那还有新北市也发生过 一对夫妻在卖猪肉 又赚了很多钱 后来丈夫又认识了 一位从中国接到台湾的一个女子 过来发生协议 那这个卖猪肉的这个店老板 因为日积夜连都是早吃晚归 因为他们两个夫妻呢 年轻的时候 刻苦刻烂的 把这个事业建立起来 所以他这个太太年纪大了 他的大老子就体谅他了 说妈妈你年纪大了 你常常在那边 这个豆猪肉呢 这个力量都不行了 所以我买一个比较利的菜刀给你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她丈夫有外溢 有血淫 每一次回来她丈夫都不理她 在外面金屋长焦 那么那天很晚回来 因为她这个太太也慢慢 久而久之就有忧郁症 那天在问她你去哪里 她先生倒头就睡不理她 倒头就睡不理她 她一气之下把她大儿子 买给她那个非常锐利的菜刀 拿起来就把她先生的手脚都砍断 最后懒懒置疑的把她的下体割断 然后就讲一句话 看你以后敢不敢再作怪 那后来她的孙子看到以后 就惊吓 受到惊吓 后来这个案子送到法院区 这位老太太后来就跳楼自杀 这一家真的是妻离子善 家破人亡 这个也是像公刑一样 失忆公刑 这些邪影的果报非常的惨烈 呀 好 感谢观看